日前 巴基斯坦媒体曝光了巴空军涂装的殲-10C战斗机模型 这使得外界对于殲-10C出口巴基斯坦仪式再次高度关注 巴媒体透露 为了平衡印军阵风战斗机带来的挑战 巴空军已经决定至少采购30架殲-10C战斗机 加强本国空军的高端作战能力 虽然印度方面多次抗议外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先进武器 但据巴基斯坦武力网站最新报道 根据公开的国防禁出口记录 1月15日 五架国产彩虹4查打一体无人机正式交付了巴基斯坦空军 这意味着巴空军在采购一龙二大型无人机的同时 还在积极引进另一款国产明星无人机 俄罗斯媒体认为 和印度军方相比 巴基斯坦在无人机作战领域显然已经走在了前面 这使得巴军方在潜在冲突中掌握了不对称作战的优势 这对于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来说显然是噩梦 印度媒体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 巴基斯坦采购五架彩虹4无人机 是大批采购之前的初始批次 还是为了测试实际作战能力而进行了小批次采购 彩虹4无人机是一款在国际上十分受欢迎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的最大解飞重量为1.3吨 可携带至少200公斤的弹药 包括空对空导弹 空对地导弹和精确炸弹等等 此外 还能携带侦察载荷 例如光点 红外传感器 具有较强的作战和侦察能力 彩虹4无人机的最大续航时间为40个小时 续航速度为180节 能够长时间在战区上空滞留 对有价值目标进行长时间实施监控 并在必要时进行精确打击 据报道 除了巴基斯坦军方外 目前采购并装备彩虹系列无人机的国家还有很多 包括伊拉克 沙特 阿联酋 缅甸和约旦 都曾购买过彩虹4无人机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款无人机在多国经历了实战考验 以其优异的表现和可靠的性能赢得了用户青睐 向沙特等国甚至引进了彩虹系列无人机的全套生产线 在国内建设生产工厂大批量产 沙特军方人士曾表示 像彩虹4这样的无人机 相比每制无人机更有性价比 单价要远低于每制无人机 但是综合性能却远差不远 两相比较的话 沙特等国大批购买国产无人机也就十分正常了 军事专家表示 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 阿塞拜疆方面的无人机部队表现抢眼 成为了亚美尼亚军方的大麻烦 这场局部冲突中 无人机展现了不同于以往例子冲突的突出作用 因此再次获得了世界各国军方的高度重视 巴基斯坦军方也不例外 该国在常规力量领域和印方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只能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 而无人机就是起效最快的新制武器 印军在无人机领域发展较慢 截至目前还没有获得查打一体无人机 而巴军方则已经获得了大批先进的国产 查打一体无人机 这使得该国在潜在冲突中 能获得更多的主动和灵活性